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好,2月14點配流來這首歌,今年不知為何又炒起了,連黑勤也回應了在網上說,大家玩一下,沒數吧。 他也很想搶,我覺得很奇怪,不知從何時開始,大約六七年,不知是熱血廣仙還是什麼,我真的不知道。 總是會覺得2月14日很煞有介事,就是一些毒瘾,其實我覺得男生有什麼情不情人接觸。 要害怕2月14日的,是不是女人更害怕呢? 我覺得是這樣的情況,如果男人沒有女兒的,他這個歌想表達的就是說,男人沒有女兒,他就怕被人問,覺得很想孤寂,很想痛苦。 我覺得如果有這樣的想法的男人是沒有人用的,我基本上認為不需要你,連毒瘾也不想被做。 你說如果是有女兒或是有老婆,反而那些節日你很想惆悵,就像我們這樣欺負你。 你不做事也不想是,做事也不想是,好像我們已經昇華了,今天我下午,我昨天跟你說完這件事,見到我老婆,我問老婆,今晚去哪裡? 我說什麼事?去哪裡? 我說你今天是情人節,我老婆都沒有反應,因為她覺得沒有。 她說怎麼這樣,打邊爐,回來。 她說打邊爐,我說打邊爐,當然是歡迎的。 她說你怎樣,出去打,我說出去給她打,當然不出去打,回來打,買東西回來, 我真是捉了,打邊爐,我老婆準備好了,這樣就搞定了。 要害怕情人節,要害怕這些,反而我覺得應該是毒女,是不是? 就是了。 女人真的很慘,正如我那個。 好似我今年見到台獎,梁錦祥,我給他利是,收完今年好了,七年好派,擺明你是挽救她。 因為男人基本上是沒有這件事,但是女人是有這個壓力的。 不要說三姑六婆,自己都給自己的壓力。 自己都給自己的壓力。 把口! 當然有人說我是撒民主義,回家我覺得生活得很好。 單身更開心。 不是啊,我不覺得一定要結婚。 要不靠男人? 我自己收入又不是差,我沒有理由去降低自己。 現在女人都可以做特首,做總統,差起半邊天,要不靠男人? OK,come on,但是天性不是這樣的。 天性就是要傳宗接代被人吵,男主愛,女主愛,這是天性。 而女主愛也不是貶低你們。 我認識不少女主愛,如果她都不會結婚先過她。 即是對她的那天,真的心情是差的。 好,我覺得這樣,無論是男也好,是女也好。 今時今日,如果真的覺得,都沒有什麼所謂了。 你有什麼問題的話,根本就是一個人。 就是了。 有什麼問題呢? 男人就更加容易解決。 好話不好聽的,你倆要不要去找名曝松果。 按一下鐘仔就可以了。 你走戒女,你倆要不要去。 不是說什麼,你就算真是溝,真是溝。 你今天就要2月14日溝,麻煩一點。 如果2月10日、9日已經做好功夫,其實也不難。 今天也不難溝。 不過問題是今天,我告訴你,今天你約她,就難一點。 為甚麼呢?就算她明明是沒有兒子,她今天被你約了。 也要扮有兒子。 但是如果你是早幾天, 訂了餐廳。 不是訂了餐廳。 如果你是給你一些牽絲,令她感覺到你是否想溝她。 你是否想不重要。 然後你今天給她一束花,送一束花給她。 我說給你聽,你十有九種。 女人和男人。 我跟大家說,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小時候,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總是覺得女人是沒得追,是喜歡就喜歡。 但是到了我二十幾歲之後,我就知道, 女人是一件事,最想拆開就是, 其實女人是真的可以扣開。 當然啦。 是由不喜歡你,好想憎你,到喜歡你都還可以。 女人就是這樣。 那你一定要把握時機。 千萬不能讓自己獨。 好了。 首先我要宣佈一下, 我這件事, 我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我懶惰你, 真的太多事情要搞。 這一段時間, 那些數字搞得不清不楚。 今次, 我這個三月大馬團, 真的蝕到空虛。 我要這麼說, 你真是蝕到空虛。 那如果你們很想憎我, 就要繼續報名三月大馬團。 第一, 那些機票, 大家自己上網看, 三千多元一張, 來回機票。 OK? 那我收多少錢團費, 6599, 有些朋友, 黑卡會員, 5999。 是的。 這次, 我加重駐馬, 那些不要說了, 車也不要說了, 一萬多萬人一架, 那些不要說了。 加數價還要。 還要, 去天空之鏡, 都每位, 只是那個tour, 都兩塊水港幣, 那你有多少個, 一百幾十呢? 是的。 好了, 所以呢, 我這個團, 真是好想抵食, 我也可以這麼說, 這是我帶的大型馬拉團, 是最後一個, 因為我打算, 我希望我趕得及, 但是我覺得趕得及的機會很小, 四月呢, 要不就去這個, 不要說了, 四月都趕不及, 你自己去跪尾, 因為我想說, 日本式豪, OK? 那, 因為我們現在的技術, 或者我們先試一次, 就是可以隨時去和外直播, 那不用困擾我們, 是的。 就像我們那些rich man, 喜歡他周遊列國的, 不想真的坐在那裡嗎? 那, 然後呢, 天空之鏡的獨家代理, 就是那個A準那邊, 就是旅行社, 就告訴你, 現在這樣, 你們呢, 幾點幾點的集合, 還不想吃, 嘗嘗那個海鮮餐, 我問你海鮮餐, 大家搞清楚, 天空之鏡是怎樣被發現的呢? 其實是被漁民發現的, 全世界都一樣, 包括日本的天空之鏡, 智利的天空之鏡, 因為你一定是漁民出海, 你才會發現到這樣的地方, 是的。 天空之鏡那個, 簡單一點的距離就是, 在海中心有一個島, 或者有一個石, whatever, 在潮漲的時候, 那些水满就在下面水底, 你不僅知道的, 如果你想想, 朝退的時候, 那個石, 或者那個島, 或者什麼呢? 沙地, 它又比水面高了一點點, 或者更加水面, 就是這樣天然, 就是鬼夫神功的出現, 是的。 當然, 在海中心, 在水中央當然是漁民發現, 原來他說, 喂, 你們會不會留在那裡吃飯, 我吃什麼的飯, 他說有瑜伽餐, 嗯? 我試試一下, 然後我說什麼瑜伽餐, 我弄了照片來看看, 他弄了一張照片給我看看, 我給大家看看, 知道有沒有, 就是這一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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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馬拉的水上人餐, 還有其他東西, 他說現在就這樣放給你們看, 就是一圍過的, 真是正, 那些很有風味, 是的, 很有風味, 但是這一圍, 就沒有放在我的團費上, 所以我也要問他們, 那些團有大, 很便宜的, 一百幾十塊港幣, 大家吃不吃, 大家吃不吃, 但是如果你說, 真的想報名, 我們現在團已經答應了, 那就記住打66, Whatsapp, 不是打66, 98,24,29, 去到最後的大碼, 虧到空虛的, 即是那些話題真的虧到空虛, 我們搞團, 為什麼我們又要去平衡, 怕你們以為我們賺錢, 是, 每次都糟糕, 去到, 其實如果我們很想窄地, 不想給你吃什麼, 不想給你吃蜜, 就可以了, 現在你計算一下, 我只吃個泡妃, 三百多港幣, 然後這個旅行團, 只有一些六個水, 每次有啤酒, 去喝到, 不要說那麽多, 我都說了, 我不要說, 我計算一下, 二千五元機票, 一千元車錢一檔, 一千元酒店四千元, 然後所有, 其他食用, 一千元, 五千元, 其他食用其實是包不到這些, 還有, 還有這些導遊, 司機, 我們包了保險, 還有附加費, 嗯, 幾場水, 現在俊耀, 真的, 一行一看到, 我們吃那些食物, 嘩, 正那麽多, 當然, 一行跟旅行團, 當然, 第二件事, 就是訂閱啤梨, 我們啤梨頻道, 暫時已經有四千個訂戶, 那我都是審慎樂觀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其實已經是離棄了, 又或者, 不是那麽長期聽啤梨晚寶, 但是, 就慢慢慢慢, 陸續他們歸隊, 那很多朋友問我, 那我跟他們說, 是要在YouTube上訂閱的,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多介紹一些朋友, 那我相信, 在我們新台, 即是3月4日正式廣播, 而我們也有, 每天有最少三節, 在這個Facebook上播出的時候, 那會慢慢慢慢捉回一些新人, 還有一些舊人, 就知道, 原來我們有一個頻道, 那我的訂閱就會多很多, 即是否就是, Danny Hue那些, 全部都拗了他們, 就是會多, 因為不知道你現在的廣播形式是這樣的, 那最基礎的那個支持, 當然是, 做我們的訂戶, 做我們的訂戶, 也有個, 不是有機會, 絕對會拿到一張銀卡, 會有些其他的購物優惠,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重溫我們的MP3, 或者現場聽我們的節目, 在checkroom留言都可以, 就不用用那麽多數據, 那如果你說, 經濟環境又不是那麽好, 不要緊的, 看YouTube, 無論是重溫, 還是看Live都有的, 看光它, 但是幫幫忙盡量看光它, 睡覺時會迫著你, 對, 或者看多些新聞, 希望我們可以拿多些數據, 另外2月18日那個網聚, 那些朋友陸陸陸陸陸陸, 開始歸隊報名, 但是現在只剩下最後兩席, OK, 應該就應該直領, 其實我已經覺得, 加開了, 是的, 加開了, 因為我真的不想去, 因為他說, 他那裏這樣放我, 我不想去放那麼多, 那說多一次, 記住, 那天我們7點鐘就公後, 其實你6點多鐘都可以來的, 那訂了位的朋友, 就自己進去場的時候, 就說你的名字和電話, 我們就已經對到, 有工作人員, 那工作人員就是林康正和我, 那天飲品我們會有, 汽水都包起來, 啤酒類的, 比如紅酒, 你們喜歡的就自己帶過來, 沒有問題的, 我們會有什麼吃呢, 再說一次, 上湯芝士龍蝦, 紅塘大拼盤, 紅運大拼盤, 碧綠花枝鳳, 黃金炸養蟹鉗, 紅燒粥雞絲刺, 翡翠海鮑片, 一條圓條龍等, 鎮店太爺雞, 瑤柱蛋白炒飯, 盆陶壽包那些, 水果拼盤那些, 那些都有, 即未碰雙費, 未碰雙費那些都有, 那就350元位, 怎樣報名, 26886, 6692429, 6692429, WhatsApp我, 更加要WhatsApp我, 因為我不想, 超賣了之後, 退錢, 麻煩飯, 我退來退去, WhatsApp我, 喂, 多少個位, 所以, 於是乎, 我就, 發了一張帳戶給你, 發了一張帳戶給我, 其實, 還有, 很多朋友, 我昨天說完之後, 問了, 到現在你還沒入錢, 其實, 我覺得那些人是傻我的, 我認爲, 很討厭, 即是, 你說, 我都說, 那個是一個, 大一點的東西, 譬如去旅行, 你當然要就駕, 這沒問題, 你媽媽, 2月18日吃飯, 拿了我的資料去, 你媽媽, 又說, 我轉頭入錢給你, 他這樣說, 然後就, 你媽媽, 到今天, 整個星期都沒入, 我的內心, 就會充滿著哪一種呢, 就是我做銷子出身的, 就充滿著你, 千萬不要入, 千萬不要入, 直到那天, 或者星期日, 因為我星期六就折了, 因為那個, 太爺現在要我星期六確認去多少位, 他要準備材料, 然後他說, 我那天來了, 入資,他沒空了, 我就說, 對不起, 我說, 我說你, 你說你媽媽, 當然沒有人敢這樣說, 因為說真的, 你錢不到, 我們怎麼相信你呢, 我們也不知道見過多少錢, 甚至乎, 我們朋友與朋友之間, 因此, 都是這樣的, 吵架, 為什麼呢, 譬如說, 林康正你遇我, 跟著他沒有來, 林康正你去追回去, 我都沒有說來, 我問你而已, 不是, 那天你說來的, 是呀, 你遇我一個位置, 最後都沒有錢, 就不來, 是可以這樣爭辯, 是呀, 是自己的朋友, 是這樣的, 虧了幾次, 幫那些朋友出, 以前也虧了, 但是去到這些位置, 真的虧了, 但是不算, 真的無謂, 所以, 每次都有那些人, 還有, 我是最喜歡搭雞屁, 是, 就是, 等到你來到門口, 喂, 你做不做得出, 第二個, 真的未必能做得出, 我跟大家說, 我說你吃一頓飯, 可能是, 可能是, 大家真的夾錢吃飯, 我, 擺那些相機, 賣樓, 一層樓收十萬八萬港幣, 可能會涉及這麼多錢, 看看買什麼樓, 進來, 有些客人說, 我沒有,沒有訂, 第二個, 林康正他們又不敢出身, 因為我不想讓他進去, 你明白嗎, 第二個, 未必能出出, 我就是不想讓你進去, 你說了一千次, 你想想要預早報名, 為什麼你不報呢, 因為沒事的, 其實很簡單, 遷就自己先, 看看自己什麼, 能不能有空, 其實也沒有問題, 也很正常, 是啊, 但是對我來說, 那你真的當我什麼樣? 你是不是真的找我來攝時間? 嗯, 你找我來攝時間, 你直接是星期六, 或是星期日, 你確認了, 你才找個攝時間, 一問有位, 入錢, 沒什麼人就, 就不要一早就問了, 我響名, 不過響名就不能回頭, 是, 這些人真是欺騙到, 這個, 其實不止一個, 很多個, 我看有沒有人現在這一剎那, 什麼呢, 真的響名, 真的很想響名, 有準不是, 有準不是, 是有準的名字,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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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也是, 這些也是, 現在看到他出, 你快點入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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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 問一問, 你看, 2月11日, 今天幾日, 14日, 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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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仇, 他還要寫你這樣的東西, 是, 響你的名字, 沒有人, 你記住搞清楚, 要不就去到最後, 還原那天, 甚至乎在18日, 你才問他, 我今天不理, 那我也還好好的, 就沒有位了, 你早就問了, 或者他有位, 還有一個, 你很幸運, 記住 WhatsApp, 6692429, 好, 給錢都不去, 阿Key哥, 你不要搞錯, 給錢都不去, 我利響, 我可以給別人, 還有, 你不要浪費食物, 還有, 我最慘的, 好像我上次這樣, 上次這樣, 擺藍方系, 結果, 我開了29圍, 只有28圍吃東西, 但是我錢就收到31圍, 就是有些人, 亂了一輩子, 我不想喜歡這樣, 你來不來, 不來都說聲, 我叫別人來吃, 或者叫別人來, 不要開那一圍, 食物不要浪費, 你不要浪費食物, 你不要浪費食物, 我只是出來派給黑衣血, 他也好, 他早說, 不是啊, 這個很棒, 只有一隻太爺雞, 太爺雞是豉油雞, 太爺雞這間食物都好吃到不得了, 是啊, OK的, 還有, 這次是整個場地都玩了, 當然, 最重要的就是, 真的是這個妄罪, 有些事情我未必會說, 可能我當時說到這麼大, 但是, 如果聰明和稱職的人, 都可以在我言語之間, 有些端藝, 聽得懂的, 但是, 聽得懂不懂, 都不要緊要, 最重要的是, 有些自同道合的人, 繼續向前走, 繼續找, 即是繼續, 我不要說找, 繼續是, 希望能夠多些香港人明白, 這個世界真的沒有免費午餐, 你可以離開香港, 很痛苦地, 你想得到你的東西, 就麻煩你要去付出爭取, 又不想付出, 又想有, 甚至乎阻礙人付出那些, 那些人基本上, 他們自己不知道, 或者自己不認, 其實就是阻礙這個世界前進的人, 包括這個戴耀廷, 不過我覺得戴耀廷一天會醒, 我覺得他一天會醒, 因為當你搞清楚, 勇武抗爭和暴力革命, 其實是兩回事, 你說威亂說, 算不算勇武抗爭? 當然算吧, 他算不算是暴力革命, 絕對不是, 簡直差很遠, 你說暴力革命, 可能會令到政府, 有藉口去打壓你們, 可能甚至乎因為傷害很多人, 甚至乎你上去之後, 你都會暴力, 只要你不勇武抗爭, 政府不欺負你, 政府不踩著你, 但是勇武抗爭, 不是那件事, 勇武抗爭, 你不是主動的, 你是被迫的, 還死碰死, 為何不勇武抗爭? 勇武抗爭, 你本身的武器, 那件事, 和政府有不同性和正比的, 我們要迫的, 就是要迫政府開槍, 那如果真的開槍, 會有人欺負, 我們會看看誰, 如果不開槍, 他碰到就更好, 當然如果不開槍, 就更好, 譬如說, 他不敢開槍, 便投行, 明天繼續, 拜拜! 還可以享有開放日節購會贈, 而只需900元, 便可以成為MIHK TV超級會員, 除了可以看足三個月之外, 還可以看開台以來的新舊節目, 我們還有1988的 全年無限次重溫收費計劃, 適合移民海外的會員, 哇,MIHK TV有這麼多收費計劃可以選, 真的任何人都對,